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宋文 歡迎回到香港王金一代 HK Golden Generation或者HKJNG的頻道 今次再講講關於香港七八十年代的事情 有一塊地名已經消失了很久 以前我小時候 人家就叫這塊地方叫做平民夜總會 這個地方叫做大達地 大達地就是在上環街市 以前那個上環的購物中心就是上環街市 就賣些乾濕貨 在電車路走出來對外發空地 挺大的就忘記了 不過也挺大的 那時候早上好像是停車場 晚上就開放給別人擺地攤 以前說過了,七八十年代 尤其是七十年代的時候 香港通界也有很多地攤 那時候這塊地方 大達地就是叫做香港的平民夜總會 很多東西賣,很多東西看,很多東西吃 什麼都會有 比如我小時候去大達地 有些裁縫,擺地攤 以前我們都流行去做一些讀身訂造 做一些冬天褲來做校服 那些手工都不錯 那些裁縫就擺放一些 一輛車仔 有很多布給你選擇 那你跟他說有什麼款式 要沒有炸平袋 雙線小赤袋 他幫你度身 通常給日本訂 通常給日本訂 叫你兩個禮拜之後 來拿褲 以前學生哥 那時候 不想去廣發場賣 買校服 想有些好一點的款式 自己心意的款式 就去大達地 這些裁縫 就量身訂做校服 還有很多 有三賣 還有很多電子產品 還有一些二手貨 還有一些書籍 唱片 有人在那裡 甚至是在那裡唱歌 還有很多東西吃 以前香港 比如海水沒有那麼污染 那時候 有很多東風鑼 背殼裏 炒蜆 做得很好吃 那時候 大大地 由九點鐘開始 去到 那凌晨 那凌晨 一兩點鐘 好像收檔 大概差不多 那時候 挺新鮮 那時候 對於我們的英俊 來說 一個消費低的地方 各種肉食 各樣的食物都有 蠟材 都有 很多不同種類的食物 除了 除了那些 炒蜆 還有一些 什麼 粗炒 還有一些 大排檔 當然 有些人 有些人 賣 芽汁 賣很多 很多東西吃 那這個就是當年 我想 如果你 留意到 有一個 很老的歌手 叫尹光 他唱過一句 叫大大地 那就是 講這個地方 那這次 就講這個為止 那下次呢 再跟大家講一講 OK 拜拜